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卫无限低头看着蓝湛白皙修长的大手 万一是真的怎么办 这么好的蓝湛 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 想什么呢 你虽然长得像阿姨多些 可脸型梅峰与叔叔一模一样 再说 你哪里长得像我 蓝湛无可奈何地勾唇一笑 与卫无限食指相扣 放在唇边轻轻吻了一下 上班的时候还好好的 这是又受什么刺激了 同父异母的孩子 本来就长得不像 你看金光瑶 他和 他和金子轩那只花孔雀 就没有一丁点像的地方 卫无限本想说 金光瑶和秦宿长得一点都不像 可转念一想 这毕竟人家的隐私 还是不要说得好 嫌疾用金子轩替换了秦宿的名字 家父去世之后 第三年你才出生 那 那万一 我就是哪吒呢 面对小金珠幼儿园 其别的问题 蓝湛哑然失笑 抬手揉了揉 为无限毛茸茸的小脑袋 怪不得是云梦的天才设计师 就这天马行空 五彩斑斓的想象力 也远非常人能奇 看来 卫大设计师的灵感 来源于动画片的大量储备 蓝湛 你像什么 感觉 你的确挺像哪吒 是吗 那你一定觉得我三头六臂 还有乾坤圈和混天灵的加持 很厉害是不是 魏无限笑逐眼开 做事掏了掏耳朵 摆出一副邪耳宫听的架势 嗯 你很厉害 小小年纪 就能大闹东海 蓝湛伸出一根手指 在魏无限挺翘的鼻头上刮了一下 重新启动车子会入车流 还是我们家蓝湛好 还知道表扬我 不像老妈 她以前总是说我顶着一张无辜的脸 专干让人遭些事 阿姨的总结 精准到位 且 老妈又不在这里 你拍马屁她也听不到 蓝湛不停抽出的嘴角 成功刺激到她家小金珠那颗脆弱的男人自尊心 双臂环抱 一脸傲娇的别扭过头去 只留蓝湛一个气鼓鼓的后脑勺 只子墨若母 这是事实 还是自家丈母娘总结到位 眼前这个不让人省心的小家伙 从小闯祸比吃饭还要频繁 每每把人气得牙痒痒的时候 她就会用无辜又无助的小眼神 可怜兮兮的看着你 再硬的心肠也能被她能谋化 哼 哪个男孩子小时候不淘气 淘气的男孩子活泼可爱 经历旺盛人界人爱 是你们不识货 还一个劲的打击我 哼 某人鼻子不是鼻子 眼不是眼的冷哼一声 刺出一排亮白的兔牙 凶巴巴的样子 就问你怕不怕 对 是我们不识货 小居楼下 蓝湛将车子停稳 解开安全带 浅笑吟吟的在某人高高嘟气的金鱼 嘴上亲了一下 转天 魏无羡到工作室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金光瑶打电话 虽然 他们几个一口同声的说 自己重色亲友 可是天地良心 他魏无羡重色之时 也从来不曾亲友一分 我很少去那边 根本拿不到金光扇的样本 金光瑶的声音从手机那头传来 隔着千山万水也能听出 他的心情已经掉落到谷底 你呀 拿不到金光扇的 就用自己的 魏无羡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当年是金光瑶用缜密的心思 以及周密的安排 在千里之外运筹帷幄 帮他度过了那段最迷茫 最无助的时光 如今 为了勤诉 一向从容淡定波澜不惊的人 居然自己先乱了阵脚 自己的 对 只要能证明你们有没有血缘关系就好 兄妹 也可以 可以 真的可以 我咨询过了 最快三个小时就能出结果 魏无羡抬头看了看 窗外灰蒙蒙的天色 长长地蓄了一口浊气 窗外乌云滚滚而来 有雨滴随风飘落 schedul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